软木化的原材料 采用的是成长于西班牙 葡萄牙等地中海沿岸的栗树皮 这棵树的树皮 它是可以再生的 成长期是25年 成长期之后 每9年采播一次 经过针竹、压缩等处理之后 栗树皮的厚度高达20多公分 蜂窝状的结构 让它形成了强柔韧度 抗挤压等特质 同时 良好的防水性能 也是它能成为软木化原材料的主要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